第1598集 方平仿佛听到了一声痛哭,确实不清晰 此刻他们面前场景再次转换,回到了之前的大殿 而这时候,雕塑已经消失,一道身影浮现正是之前的中年男子北黄 北黄眼神淡然,看向眼前众人 看向月灵,眼神微微波动,却是没有招呼,冷冷道 想破关,可以,救活的,救活了你们便可破关 众人皱眉,哪怕风也是凝眉不已,此刻看向北黄低沉道 北黄,北黄妃早已陨落,如何去救 这一关果然出了幺蛾子了,一位早就死了数万年的人怎么救 就算救虚影,现在虚影消失了 他们难道自己变化出来,然后去救,这不强人所难吗 这一关若是如此,根本没办法过关 方平也是凝眉,前面几关一般都是送好处的 当然,能不能拿到,看你本事 可这一关,北黄还真出了幺蛾子 这怎么救人,开玩笑呢 方平也是无奈,还说北黄这关好过,看样子难过得很 要说拼实力,拼天赋,拼运气,拼别的,他都可以试试 现在让他们救活一位死了几万年的人,怎么拼 方平看向月灵,北黄既然要救自己的道理,应该会记得一些事吧 记得月灵吧,那作为北黄的女儿,月灵是否知道什么 封也看向月灵,那位初五天王也是如此 这一关破关关键,也许就在月灵身上 月灵却是一言不发,北黄也是沉默不语 此刻陷入了僵局 封见北黄不回话,想了想又道 北黄,既然要救北黄飞,那总要让我们知道北黄飞在哪儿 现在,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们,就算有办法,也无法去救援呢 方平蠢蠢欲动,他想打死北黄试试 可是月灵在,的确不好下手 月灵虽说没和人族捆绑,也没说过就和人类结盟了 可他的确帮了人类几次 包括当初的王战之地一战,以及后来引走洪雨 虽说都是有原因的 可此刻拍死了北黄,也许月灵会翻脸 一味破七翻脸,也是问题 难不成就这么把月灵给干掉 方平看向风,想了想,传音怂恿到 我破了六关了,六关下来都是拍死了黄者头影 这关必破 风,你试试看,你破八,月灵奈何不得你 风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抽搐 你倒是敢说,这家伙真的无耻 他自己想干又不好意思干 居然怂恿自己去干,你好意思吗 方平见状再次传音道 你爱是不是 反正我将办法告诉你了 我反正破了六关了 该拿的好处拿的差不多了 你要知道,霸天地那关就是断玉谷的 你想去的话,必须要破关 霸天地这一关断玉谷 你自己看到了 李寒松就是破了那关,锻造的玉谷 至于我,我实力太强,虽然没断造玉谷,可也快了 兽黄那一关是送龟一融合之力的 好像是为了原力做准备 说着,方平手中出现了一团力量 南黄那一关是送龟原术的 我学了一下,效果很好 西黄那一关锻造精神力的 我之前才三万和,现在四万多和了 你本来就强,过关了会更强 仁黄那一关是送质变之法的 我质变成功了 战天地那一关是送 算了,不告诉你 方平传音笑道 你爱破不破,不破就在这儿熬着 他每说一个,风就心动一次 他看向方平,眼神变幻不定 方平说的可能是真的 因为方平入身正道天王 他感受到了 精神力变强,他也感受到了 种种迹象表明 方平真的获得了很多好处 原力,他之前也看到了 这一切无一不说明 其他关卡都是好东西 就看你能不能拿走 而方平显然拿走了 风看着他,许久传音道 你既然拿走了这么多好处 就不想继续拿 不如一起动手 月灵再讲,也只是破七 单独交手 连你也完胜的 不能因为他在这关停留太久 其他人也许会在最后一关才到此地 方平,你愿意看着好处溜走 方平失笑 这家伙还会激将自己了 不过这一关的确需要破局 方平还是开口道 月灵前辈 这一关 前辈有头绪吗 月灵沉默了一阵 声音沉闷道 没有 母后早已陨落多年 如何去救 这是父皇的执念 方平摸了摸下巴 执念 执念的话 那就未必需要真的去救人了 化解着执念就好了 舞者都有一股执念 方平当初的执念就是守护家人 后来是人族 其实就是道心 就是大道 此刻 他隐约有些感受 各个关卡 好像的确都是一些强者的道心 大道执念 霸天帝喜欢战斗 战天帝喜欢教人 南皇觉得归元术无敌 西皇觉得精神力强大 至于寿皇 鬼知道他弄个修罗场 被人打死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想找死 也许吧 北皇的执念是救活道旅 方平摸着下巴继续想 道旅是救不活了 他女儿倒是在这 方平看向月灵 忽然传音李寒松道 爹头 你上去喊一声老婆试试 再喊北皇一声岳父试试 这老婆死了 临死的时候最大的心愿 就是照顾好女儿 我觉得这一关 关键也许就在月灵身上 他女儿嫁人了 你去试试看 也许有效果 而且说不定 这一关会给很大的好处 骷髅惊呆了 你这是拔不得我去松死啊 你挺狠心的 方平这混蛋 居然让他去干这事 他就是不死在北皇手上 月灵也要毙了他 你怎么不去试试 愚蠢 你去了 月灵不爽 我还能转环一样 你脑袋不灵光 他不会和傻子计较的 我去 我这么精明的人自然不会犯傻 到时候连转环的余地都没 铁头你怎么这么笨 我说真的 我觉得这一关的关键就在月灵身上 不信你就去试试 保证有好处 你现在天王都不是 这一关你要是捞到了一些好处 搞不好就天王了 一边传音 方平一边开口道 月灵前辈 北皇前辈最拿手的战法战绩 或者在某一道上 有什么重大剑术 这些可以说说吗 月灵微微凑眉 不过道也没拒绝 冷着脸道 父皇在肉身一道上 还算有成就 虽不如霸天地 却也不弱 另外便是刀法 新年一手刀法 战三戒 几乎不曾败过 可初五刀神切磋 父皇十战九胜 父皇其他方面未必太强 可肉身强大 配合一身出神入化的刀法 也在万道之争期间 正到了黄者 方平微微点头 传音铁头道 听到了吗 你是肉身上擅长的 说不定可以帮你修补肉身 让你血肉复苏 不用再当骷髅 相信我 去吧 喊一声老婆 喊一声岳父 这一关的好处 也许都是你的了 实在不行的话 抱着苍猫 说是带外孙来看他了 铁头呆滞 他觉得方平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故意让自己迅速去送死 他看着眼前还在骚扰自己的苍猫 你让我带一只猫去认外公 你觉得北黄投影是傻子 他女儿能找个骷髅当男人 生一只猫当外孙 之前给自己认了个爹 现在给自己找老婆 找岳父 还要给苍猫找外公 方平 你是人吗 这是人干的事吗 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事吗 你这心怎么就这么黑呢 方平见他不动弹 有些郁闷 真的 他觉得这一关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要不然 之前的场景 为啥要出现最后北黄飞的遗言 就是让人照顾他们的女儿月灵啊 这些关卡 这些黄者投影 自主权还是相当大的 开后门 开小灶的事 又不是没看到过 既然如此 北黄给自己女儿和女婿开后门 那是很可能的 至于自己为什么不试试 月灵都几万岁了 自己这么年轻 李寒松一个老古董转世 年纪刚好合适 当然他去 自己就算了 这一关就算拿不到好处 方平也不是太在意了 方平继续劝 李寒松是打死也不干 方平就是要坑他 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他不干 何况这次不死 被红雨知道了 李寒松担心自己还是会被打死 方平倒是不怕他们 自己怕呀 他不干 他不干 方平无奈了 下一刻 忽然怂恿苍猫传音道 大猫 去喊北黄医生外公 北黄可能会送你超级好吃的 喵 苍猫翻白眼 本猫不信 方平无奈 这下子完了 陷入了僵局了 难道自己要亲自上阵才行 这不合适吧 这些人怎么不听话呢 送好处都不要 要不 让地窟这边的人试试看 北黄这一关的确有些麻烦 没有明确的过关标准 唯一的说法就是 救火北黄飞 然后北黄就一言不发了 这种情况按照方平的习惯 自然是一顿胖揍才对 可现在因为夹杂着月灵 他也不好下手 方平给铁头出了馊主意 可惜铁头不理自己 此刻方平想了想 踏前一步 看向北黄投影 出声道 北黄前辈 月灵天王是前辈之女 不知前辈 可否有记忆 他不是太确定 北黄有没有认出月灵 这也是难说的事 毕竟女大十八变 这都变了几万年了 哪怕契机 北黄都未必记得了 北黄还是沉默不语 方平心中无语 若不是有些顾忌 就你这态度 我现在就打抱你 你信不信 一道投影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皇者了 月灵天王 已经成亲了 前辈知晓吗 月灵瞥了一眼方平 眼神不善 方平扭头笑了笑 笑得人畜无害 我说的可是实话 这又不是秘密 虽然不想和月灵 闹得不愉快 可是过关 终归还是要过的 方平继续道 北黄妃临终一愿 便是月灵可以过得很好 前面难道一点也不在意吗 既然不在意 那又何必复活北黄妃呢 此话一出 之前沉默的北黄 忽然看向方平 眼神深邃 方平直视他 区区一道投影 难道还想让自己 不敢直视不成 沉默的北黄 这一次终于再次开口了 低沉道 救活他 破关 还是之前那句话 方平宁眉 这家伙油言不尽呀 方平笑了笑 忽然传音道 北黄前辈 月灵天王 过得可不是太好 你真身消失之后 你的女婿红雨 帝黄的儿子 抛弃了月灵 气急动荡 北黄陡然眼神射向方平 眼神如刀 方平心中大定 你记忆还不少 装傻是吧 就知道这些投影都有私心 之前北黄装冷酷 现在被自己拆穿了吧 打蛇打七寸 方平喜欢干这种扎心的事 方平继续传音道 非但如此 红雨多次利用月灵 可偏偏她获得了一些黄者的支持 甚至是你的真身支持 当然 我不确定你真身是否还活着 月灵无法报仇 无法报复 在王无山哭守了八千年 就是为了等红雨回心转意 可惜了 红雨可能是因为月灵 没有黄者撑腰 早就放弃了她 现在的红雨 听说和仁皇的女官 九旋 打得火热 好像是想迎娶九旋 获得仁皇支持 当然 仁皇也有此意 毕竟红雨是帝皇之子 而且红雨已经破八 红雨的兄长鸿坤 也已经破八 比起帝皇一脉 北皇一脉 只能说是落魄了 方平是极尽打击 继续倒 还有啊 北皇一脉首席柳山 也就是你的大弟子 如今更是投靠了神皇 哎呀 你这一脉如今也就两位天王 一位月灵 一位柳山 柳山投靠了神皇 跟着义一起行动 而义和红雨 也是有一些联系 都是所谓的巡查史一脉 方平看向北皇 笑着传阴道 前辈在这儿 为了陨落的北皇妃挣扎 岂能知晓你的女儿 在外界有多卑微 说句前辈不爱听的话 是活人重要 还是已经逝去的人重要 北皇妃最后 要前辈照顾好月灵 而今呢 而今北皇一脉无人 也只能看着月灵受人欺辱 连红雨麾下的两位 妖店店主 都敢欺辱月灵 不知前辈是否还记得 西年帝皇宫的两位马夫 这两位马夫 如今也是天王境 当然 其中一人被我斩杀了 之前也是欺辱月灵 态度跋扈 这些事 并非晚辈杜转 前辈若是真想知道 在场的这么多人 随便问问便可 还有 前辈看到了吗 此地这么多人 左侧那边几位 是地界中人 也就是红雨麾下的人 可你看他们 对月灵出了实力的畏惧 有地位上的敬畏吗 非但如此 北皇妃按理说 还是红雨的岳母 可之前红雨麾下的帝尊 出言不逊 可见他们的态度如何 方平不断叙说着这一切 北皇一直盯着他看 半上没有传音 直接开口道 耳是何人 人王 人族之王方平 方平朗声回道 人王 从不虚言 他说他是人王 没人反驳 当然 他说他从不虚言 没人当真 大家不敢说什么罢了 求你方平 嘴里有几句真话 一旁风眼神闪烁 他现在很想探听一下 方平和北皇说什么了 北皇之前一直沉默 现在却是气急动荡 而且几次开口和方平说话 显然 方平可能真的找到了一些 破关的方法 不计算 老有 轻散 承峰